那么呢 这个我们讲到这儿呢 也是给大家呢 就讲一下这个传统书法 就是一般的来讲 学生他们一般呢 那就按照规规矩矩的 这个什么照体啊 欧体啊 掩体啊 这些东西 小时候我们这些都练过 当然练到一定程度以后 什么卫碑啊 什么这个 隶书啊 还有什么各种各种字体 那林的东西就多了去了 是吧 那么当你到了这个水层的时候 你才能逐渐的考虑一些 这个创作的问题 那创作呢 那又跟传统的这个书法 又不一样 那么你当你创作出来 一幅作品的时候 那又不一样 是吧 所以我你看我 再给大家那个解释一下 看一看 这个可以请那个小编放一下 就那天我们讲到 这个亮白书法 这是这是王羲之的 首创的亮白书法 这个亮白书法的一个命名呢 哎 说起来有意思 他不是中国人给命名的 是德国人 一个德国汉学家 给命名的亮白书法 那个小编有没有把我那个亮白书法 我写的亮白书法的 那个那个那个像那个 叫什么 什么运呢 叫叫 这个 又发了哈 哎 你给他看一下 这个呢 就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亮白书法 它的主要呢 是用三角形 各种三角形 对差 来体现出这个字 基本上都是三角形的 你看他那个黑的也三角形 白的也三角形 以这种的 这个对差的 来来体现 体现这个这个这个意识 这就是叫做这个亮白书法 那么亮白书法 当然到现在为止呢 也没有几十个字 亮白书法 很少 范增是属于写亮白书法 比较早的人 他他很多书法 他有专门亮白书法的一些字 当然也不多 最多我估计也不会超过一 这个几十个字 也也也很少 也很少 那么这个 当然如果你你会写亮白书法 懂得亮书法 但那说明你对研究王羲之 已经有一定的程度了 一般人 这个 这个亮白书法 这几个字 你都不一定的听过 那么这个亮白书法呢 跟传统的书法不太一样 那么也可以请小编 把我的传统书法的放一下 那个跟那个亮白书法的对比 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区别在什么地方 那么有了这样的概念的话呢 你就知道传统书法是这样的 亮白书法呢 就那很少人搞这个 这个就是带有一定的创作 带有一定的这个创新了 就把字要改变了 等于把字形啊 里边内容都要改变了 这个就属于属于这个作品了 带有作品的性质 不是普通的这种的 大家都能看到的这种的 这个传统书法的这个写法 带有一定创新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是觉得呢 有几个需要大家能够明白的 一个就是什么是传统书法 一个是什么是叫作品 另外作品里边呢 又分是吧 什么是属于这个代表心情的 心境的或者是代表自己的 这个意境的这种的作品 那这些到了这样的一种作品的时候呢 已经跟书法没有任何关系 没什么直接关系 那只不过是他的一种 一种情调 一种他个人的这种表现 所以呢 这个希望大家能知道 至于这个丑书呢 大家已经刚才说了 代表时尚 你想怎么搞 你就怎么搞吧 乱搞一气 对吧 人们能不能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 能不能传下去 那更是另外一回事 能不能有收藏价值 人家愿意不愿意买 那又是一回事 这些都是 这都是不同的东西 不能把它完全混为一谈 可是你得知道丑书是怎么回事 丑书是历史上就有的 在中国历史历代都有丑书 那是什么呢 都属于刚才我们讲了 属于当代 当时的流行字 或者当时的这个时尚字 过了一段时间就没人要 这种东西就淘汰了 有一些 留下来的 就有一些 那个丑书 还真留下来的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 那个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这成了宝贝了 这好东西了 当时这也属于流行 也属于丑书类的东西 也有很多人批评 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人批评 所以我呢 今天呢 我们讲艺术这一小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么一点 那么下边呢 刚才我们因为讲到了 这个范增的书法 他的书法非常有名气 那黄永玉书法 当然没有他的名气 但是呢 黄永玉的这个 《世界长大了》 我他妈也老了 这部作品 很有名气 大家讨论的 批评的什么 都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人说 黄永玉根本就不会写字嘛 包括范增也说 黄永玉的字太烂了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黄永玉的那个 小凯这个 写的还是很棒的 尤其他的林这个 林飞经啊 还有这个赵 这个赵茂甫的这个 叫什么吉安 吉安传啊 那那都是 这个 林的非常棒 写的非常棒 所以不能说人家没功夫 还有一点功夫的 那么这个 讲到这两个大艺术家呢 因为他们这两个大艺术家 跟我们家的关系都 非常的 不一般 那 这个黄永玉呢 跟我岳父呢 当然是一辈的 一辈的人 那他呢 跟我们家的关系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无论是跟我岳父家 还是跟我们家 就我 我自己家 关系都 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我也在他身上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的书法 绘画的 我的绘画里边的色彩 很多东西都是从他这来的 特别是 双面着色 这项目 我就是 眼睛看他当中 所以我也 我也照他这个方法来做 那么可是呢 黄永玉呢 这个 有一件事情 这个当时啊 在哪 是哪一年 我觉得我先记不得了 这个 当时中国艺术 什么什么 进出国公司吧 中义给这个范增啊 三个大画家 在香港举办一个画展 当时我也在香港 那么这个画展呢 当时是范增和宋宇贵 宋宇贵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大画家 这个他我也认识 跟我也蛮熟的 另外一个画家 我不太认识 我不是很熟 但是宋宇贵和范增 我很熟 但是范增就更熟 反而我大哥 就更熟了 那么呢 有一天呢 这个范增呢 在范增上 有一个酒店 很高级的一个 一个餐厅里呢 喝酒 就是夜里 半夜 那都十二点了 我呢 突然在他呢 那个面前出现了 吓了他一跳 哎 那西芒那小弟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找到我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说我当然知道 你的行踪 你要知道 那时候我姐夫是 香港新华社副社长 那主管那个 各方面事务的 所以你的心头 我马上我就知道你在哪儿 而且你身边有什么人 我都知道 吓了他一大跳 哎呦 对对对对 他马上说 是是是 他身边呢 有四个保镖 有四个保镖 这个他呢 在那儿 然后我们 我们几个做 他保镖是离我们 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 凡是有人 接近这个 这个谁 范增的时候 那保镖马上就站起来 就就就就就 就阻拦 走的时候 就是四个保镖 都围着他 保护着这个 这个范增 那么这个四个 保镖是什么人呢 是 台湾四海帮的人 台湾四海帮 你知道吧 这个 台湾四海帮 因为台湾四海帮的头呢 跟范增不错 范增的帮过他 所以呢 他到这儿来呢 后来呢 他就跟我讲 哎 小弟 你知道吗 这个黄永玉呀 黄永玉说了 只要我到香港来 他就要 顾黑社会 把我干掉 所以呢 我这个 这个台湾四海帮的朋友 过来保 专门派了四个人 过来保护我 我说笑 我说真的 我说没事没事 后来呢 我们俩关 因为我们俩 他说我大哥嘛 这关系特别好 我们俩有关 好热爱 我说没事 明天我给你介绍过人 我带他 他见谁呢 那个 你知道这个 向华盛吗 香港的向华盛 当然知道 拍电影嘛 拍电影了 他向华盛 向华强 兄弟两个 但是呢 真正的 他们家 他们家是有点 那个心义安的 这个背景 对 但是他们家 他真正的心义安掌权人呢 是向华盐 向华盐 向华盐大哥 我跟那个向华盐大哥 见过面 也一块吃饭 挺好的 后来我就找了向华盛 向华盛 向华盛跟我呢 那就特好了 向华盛一直照顾我 后来我就把这个 范登的事儿啊 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 我说我们这个 黄吻玉叔叔要 要在香港把他干掉 后来那个 那个谁 向华盛 行 没事 没事 我来出面 后来是由向华盛出面 搞定了 对 算了 别闹事了 香港闹什么事呢 我说哎呀 都是 艺术上有些不同的 个人的一方面 也用不着 用不着打打杀杀的 这样子 后来就搞定了 嗯